台湾第一批BNT疫苗抵达 预计9月中旬开始接种 到2号下午5点为止 登记BNT的人数超过335万 不过美国最新研究 BNT的保护力时效可能不如预期 根据研究打完第一季 四个星期保护力达95.4% 到了第二季四个星期左右 有72.1%的保护力 不过之后开始下降 第15周速度加快 从55.5%掉到29.7% 第20周开始几乎没有保护力 在打第三季 它抗体可不可以高个8到11倍 虽然这份研究还没有经过同行审议 但统计的数据来自世界各地 除了BNT莫德纳效率也不长 不过这两种疫苗 打完两剂的当下 保护力其实好到不行 实际比比BNT位居第一 保护力95% 莫德纳第二名保护力94% AZ则是第三 大约有70%的保护力 高端还没有数据 但它的中和抗体效价 是AZ的3到4倍 而接下来 日本将要赠送疫苗给台湾 泰国 越南 一共44万剂的AZ疫苗 加上前三次的捐赠 日本已经给台湾 有334万剂的疫苗 疫情期间彰显台日双方的好交情 三连新闻 郭文贵宣传媒台北 三方报道